野兔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769.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才生活着2500多万人口 耕地没有压力 而人烟稀少造成野兔泛滥成灾 达到上百亿只 野兔繁殖能力强 会打洞造成了草场严重破坏 澳大利亚人不得不猎杀野兔 但奇怪的是 他们并不怎么吃野兔 据说他们的饮食习惯跟英国人相似 不爱吃野兔 而野兔在我们国家是绝对的美味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对于吃货来说 野兔全身几乎没有脂肪 成都的各种兔肉做得很好吃 农村地区很多人下夹子套野兔 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售价不菲 走在农村一些非水泥的小路上 不小心还会踩到夹子 基本上都是用来打野兔的 随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酵 医学界也查明这次疫情事件 也是跟吃野味有关 冠状病毒以一野生动物为记住 人吃了就有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看 澳洲人不吃野兔 似乎早就知道有这种风险 只是我们欠缺这方面的考虑 野兔体内写有公形虫 脑炎原虫 肝毛细腺虫 肝片膝虫 囊尾幼等 它们会损伤肠道肝脏等器官 野兔还携带皮虫 皮虫这东西出镜率有点高啊 很多动物都携带 皮虫是许多病原体的传播媒介 人感染后主要表现为 发热 乏力 恶心 呕吐 部分患者还可出现皮肤淤斑 消化道出血 肺出血等 严重者如治疗不及时 两周内可致死 死亡率高达30%以上 虽说比起蝙蝠蛇等野生动物 野兔看起来似乎危害没有那么大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去碰了 看到据说是疫情严重的 武汉华南市场附近的 一家野味店的菜单 简直触目惊心 这么多种野生动物 一般人都没见过几种 却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更为严重的是 当年引发SARS病毒的果子梨 还赫然在裂 说明人们还没有吸取教训 珍惜生命 少一点野味 不贪嘴 至少能少一些患病毒的风险